在佛陀的教法中曾经说明 爱欲来自于愚痴的欲望 由于愚痴 于是疯狂的盲目的去追求 甚至于导致所谓的爱恨情仇 我们要如何划除这种愚痴的爱欲 消除因为它所带来的痛苦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是有情感 动物有没有情感呢 动物有 但是没有像人那样对情感的执着 因为人除了有知觉之外 还有记忆 有记忆之外 还有思想 所以呢 遇到情感的问题的时候 不仅仅是当前的当下的痛苦 也会延学到自己的整个的生活 甚至于几年 那这一生 都会把情感的痛苦背在身上 会之不屈 而情感 那里边呢 有两种啊 比较啊 重的 那一个是亲情 另外就是爱情 亲情呢 很奇怪啊 亲情应该是 儿女对父母的感情 叫做亲情啊 其实儿女对父母的感情是很淡的 而父母对儿女的执着啊 是非常的坚固 那这种亲情的爱 也会带来痛苦 但是呢 最痛苦的 目骨与男女之间的爱 男女的爱情啊 是非常的脆弱 又是非常的啊 强而有力 而造成了 甚至于 欲识 俱愤 的这种结果 这个 我们看到从国以来的 爱情的故事 说最精彩的故事 都是最悲惨的 因为它悲惨呢 所以大家看到好兴奋 一边看它的故事 一边流眼泪 一边觉得 哇 这个正写得好 哇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惨啊 不管是中国的 或者西方的 凡是像这种啊 爱情的故事啊 如果是一个悲惨的爱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啊 有的人欣赏 这个小说写得好 但是如果你是小说里的 这一个人的话 好痛快吧 一定是苦不堪严的 这个是因为 男女之爱 他这个不仅仅是肉体的 而是啊 是所以啊 是精神的 彼此的互相的影响 还有男女的爱 是非常的盲目的 因此呢 宗教的 没有爱到的 或者爱得不够完整的 是那个是最好的爱 已经嫁给你了 已经嫁给你 生你二十年了 那已经是老头子 老太婆不稀奇 可是呢 你爱过一次 或者爱过一段时间 从此分手了 在你的头脑里边想到的 就是最甜蜜的 最可爱的那一段时段 永远在你的头脑里出现 因此这是非常的痛苦的 那有的人说啊 初恋的 初恋的男朋友 初恋的女朋友 是最什么的 最甜蜜的 如果初恋的男朋友 女朋友啊 你结了婚了 过一段时间 不是甜蜜 而变成苦了 这个常常会想到 倒霉 当初 这么早说对象大概是 这个当初 怎么会这样子的啊 这么傻瓜 要娶了这么一个老婆 这么傻瓜 这么 嫁了这么一个老公 这也就是说 这个爱情的问题 能够维系得长久的 经常在一起的 神圈的夫妇是太少了 而是呢 最让人家感觉到 有震撼的 是短暂的 而不美满的爱情 因此这个爱情的这样子事情呢 有人破坏它的话 那就是不仅仅恨你一辈子 恨你八辈子 这个爱情受到了挫折的时候啊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啊 一切都不需要了 这还要什么东西 连他都不爱我了 我都没办法得到他了 我后下去做什么 不管是女的 遗弃了男的 或者是男的 抛弃了女的 这个两方面呢 都有很重的痛苦 那最近呢 我有一个贵弟子啊 他那个先生呢 把他抛掉了 这个贵弟子啊 首先他直接抛掉了 第一个先生 第二次结婚的时候 他那个先生把他抛掉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不合理 我说很公平 我说你第一次 你把你一个先生抛掉 现在你第二次结婚的 你一个先生抛掉了你 这是非常公平 他说我抛掉他 他有问题 他抛掉我 我没有问题啊 我说你觉得没有问题 对方认为你有问题啊 所以他抛掉了你嘛 我们应该想到 如何地啊 能够化解自己 这种愤怒心 不平的心啊 就是说 这个是因果 我不能几何 这也是个因缘 因缘如此 那原句啊 这句 原善 这善 这个因缘 散掉了 另外的因缘 可能更好地会来啊 所以是呢 这个 把这个爱啊 恨呢 如何地转变呢 就是把它当因缘来看 原善之善 原句之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